文好语解,也许和作息紊乱,也是不规律,环境污染等等有关,很多姑娘都有过,或者一直存在着月经不调的问题,正常情况下,月经周期每28到30天,但月经不调的姑娘,经期没有规律性,有时平凡,有时稀发,由于月经不规律,因此有幸生活的姑娘, 即使出现月经延迟的情况,也并不会放在心上,于是就出现,一,两个月不来月经,等肚子大起来了,才想到自己有可能是怀孕了,且不说,意外怀孕未经过孕前检查,认真怀孕,是对胎儿的不负责任,如今随着现代人生活方式的改变,因为妊娠,从外孕的发病率,一直呈上升的趋势, 而一切不在子宫内,安宁渣渣的受精卵,都是一颗定时炸弹,宫外孕最典型的三个临床症状,希望姑娘们永远别碰上 一,经经,二,腹痛,腹痛是宫外孕的主要症状,迷失方向的胚胎在疏弹管中生长,导致达伯的疏弹管质疑膨大,紧接着就会出现静卵,导致患者下腹疼痛,处出疏弹管破裂时,会出现极度的撕裂般的疼痛般,在未破裂前,患者会将下腹疼痛物,以为是蓝胃炎或胃炎,而耽误了就诊时机, 三,阴道出血,宫外孕患者,通常先停静六到八周,有些月经周期不准的姑娘,会误以为自己只是月经摧迟了,实际上,这是宫外孕最典型的临床症状 阴道出血,宫外孕的阴道出血,和正常月经血量不同,属于不规则出血,颜色成暗红色,一把血量不多,若是疏弹管破裂,恰巧发生在大血管部位,就会出现大出血,危机患者生命 当然,阴道出血也并不是绝对的,有些宫外孕患者,在出现瓶症后,一直到疏弹管破裂,胚胎死亡都没有出现过阴道出血,仅远离宫外孕,从认真阴运做起,怎么被孕成功率高? 如何缓解孕吐,孕期可以摸某痘痘吗?孕期感冒,发伤,要不要吃药,预产吸到了还没动静,闹哪样? 月子里的那些规矩,有没有科学依据?如果你有这些困惑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